一只健硕的脏鸥因为做美容拉皮手术居然死在了手术台上 这事本来就已经够离奇的了 但是更离奇的却是脏鸥死后引来的一场索赔纠纷 去年的11月份 北京一家养殖厂把价值88万元的脏鸥送进了李某经营的动物医院做美容拉皮手术 手术20分钟之后脏鸥却死了 经过技术鉴定 脏鸥的死因是麻醉意外导致心脏骤停 养殖厂了解到动物医院使用的麻醉剂并没有取得进口许可症 而且这种麻醉剂和动物医院给脏鸥注射的另一种药品还发生了冲突 养殖厂认为动物医院对脏鸥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后双方协商的结果是医院只同意赔偿2万元 与养殖厂所赔的88万元差距悬殊 随后养殖厂将医院告上了法院 目前北京通中法院已经受理了此案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我们的网友表示不可思议 说脏鸥做拉皮要鸡丝和黄瓜吗 还有网友说做了拉皮还是脏鸥吗 那样的脸可是鸥的标志啊 那么下去杀皮狗是不是也得做拉皮了 继续来听脏鸥做拉皮美容打一次字